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属性的装饰器 那学习过之前的内容 其实理解属性装饰器就非常的简单了 我们呢打开代码 对上节课的代码做一些修改 我把这些没用的代码都给它删除掉 我们只在class test里面留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我们叫做name 它给一个值啊等于 这样就可以了 OK 那么我们创建这个test的时候 什么也不用做 现在我去打印这个test.name 实际上应该能够打印出掉的 清一下屏 分片转DV 它可以打印掉出来 那实际上我们在创建一个类的时候 类的属性 也可以给它加一个装饰器 比如叫name decorator 然后上面我就改称namedecorator 但是如果对一个类里面的属性 做一个装饰器的话 那么实际上它并不能够接收到 property descriptor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这块你是没办法接收到的 它只能接收到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一个target 也就是原型 第二个参数就是k 也就是你现在name的这个属性 那我们可以把它打印一下试一下 console.log 我们写一个target 再写一个k 保存一下 清一下屏 第一个参数打印出来的就是 就是test对应的prototype 第二个参数打印的就是这个属性的名字 叫做name OK 现在呢我再给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 我清一下屏 我在这里去改test.name 等于del.ly 其实是可以修改的 大家看啊 del.ly是可以被修改的 那我希望这个name不能被修改 怎么做呢 以前我们说方法或者说visitor 访问器 它是有这种descriptor的 现在我没有这种descriptor描述器 那么该怎么做呢 其实啊 你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描述器 我们const descriptor 类型是 叫做property descriptor 它等于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里面呢你可以写一个 叫做writable 给它一个false 这么写有没有用呢 我们运行一下是没用的啊 依然输出的是del.ly 那这个descriptor呢 我们要把它反挥一下 return descriptor 当你这么去写代码的时候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这里会报一个错啊 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错上 会看到它的提示 它说这种装饰器的函数 要么return一个void 这样的类型 要么return一个ending 这样的类型 那实际上我需要给这个装饰器啊 return一个ending或者void的类型 现在明显它不是void 那我这里就填一个ending 它就不会报错了 OK return descriptor 这块我批写了错啊 descriptor OK 这么写是对的 它的意思就是 我创建了一个descriptor 用这个descriptor 替换掉我name这个属性的descriptor 那么其实我name属性的descriptor 就变成return 等于false了 一旦是这样的一个形式之后 你再去对name进行修改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行啊 npm rundv的时候 它应该就会报错 说现在name是只读的 你不能去写 那你写它就会报错 所以大家看 这个时候又衍生出一个新的知识点 也就是如果我在这个装饰器里面 创建了一个descriptor 再去返回的时候 它会用这个新的descriptor 替换掉我原始属性的 这个老的descriptor OK 那除了用属性装饰器 去改变属性的descriptor之外 我们能不能使用属性装饰器 直接对这个属性的值进行修改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啊 首先我把这段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注释掉 我在下面再去写一个name decorator 在这里面啊 我希望对传过来的这个name等 一定要做一个修改 那大家很自然的想 target实际上是它的prototype 那是不是我改变传进来的这个name的属性 让它等于lite的话 那么打印出的结果就是lite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啊 在这里我把test.name给它注释掉 放到上面去 好 它的意思是什么 我创建了一个name 那name的属性 名字叫做del 它的值是del 然后呢装饰器对属性做修饰 把它传入进来的这个prototype上面的k值 也就是name改成lite 大家可能想打印出的结果 是不是lite啊 但我们可以试验一下啊 清下屏 npm run 第一位 好 大家会发现它打印出的内容依然是这样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段代码呀 放到tapscript的官网上 进入tapscript的官网 我们找到playground这样的一个菜单 我们可以把刚才的代码粘贴到这里 这时候左边会报错 报错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点开这个config 然后把experimental decorators和experimental decorator metadata 给它勾选上 让它支持这两个实验的特性 然后我们再看右侧 左侧放的是它的tapscript的代码 右侧会把真实编译处的js代码展示出来 让我刷新一下 OK 然后你可以看到 在class里面 test这个类上面的name属性 实际上它在构造器里面 是直接放在谁上面呢 直接放在这个类的实例上面的 而再来看 当你对name进行扩展的时候 也就是使用decorator 对name做修改的时候 它修改的是test这个类的prototype上面的name 所以呢 回到代码里大家来看 你的这个name实际上是放在test类的实例上的 也就是在test的实例上的这个name 而你改的是什么呀 改的是test这个类对修改的prototype上面的这个name 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 当你掉test了name的时候 它会先去找实例上有没有name 实例上有name是del 所以它就会打印出del 如果没有这个name的时候 它才会去打印什么呀 才会去打印你扩展的这个target 圆形上面的这个name属性 好 那我想去把例打印出来 我可以怎么打印啊 我们说一个实例 它可以去访问圆形 通过什么访问呢 是不是通过下滑线下滑线proto 下滑线下滑线去访问啊 当然你这么访问 它会报一个错误 我可以在这里add一个any 让它把这个错误先给它屏蔽掉了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再去训行npm rundv 大家可以看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扩展的这个例 给打印出来了 那这里我再写一下 name放在实例上 而修改的 修改的并不是实例上的name 而是圆形上的name ok 所以大家来看啊 当你使用属性装饰器 想要直接对水性的值 做修改的时候 实际上这是做不到的 这点大家要注意 好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呢 差不多就这么多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首先给大家讲解了 属性装饰器 它的写法 那也是一个decorator的形式 decorator里面接受两个参数 分别是原型和属性的名字 在这里你可以返回一个descriptor 去替换掉这个属性原始的descriptor 这是第一个知识点 第二个知识点 我给大家讲解了 那使用属性装饰器 你并没有办法 直接去修改这个属性 原因是 你修改的实际上是 圆形的属性的值 但是你这样定义的属性 实际上是直接存储在 类生云的实例上的 所以你修改圆形上的东西 并不会对实例上的 这个属性有任何的变革 那么它是没办法 直接修改实例上的属性值的 OK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